大家好 歡迎收看南瓜金舌頭 今天金舌頭要幫他開什麼呢 沒錯 就是很多的甜點啊 都很愛用貴婦級 專櫃級的精品來包裝它 有些是自稱的 但有些是人送江湖綽號 今天包括了中式的點心 然後有些吐司餐包 那甚至乳酪蛋糕 你有時候買不起愛瑪士 但你可以吃到類比 接近於愛瑪士等級的甜點 到底今天這些綽號精品級的甜點 可不可以如同我們的預期一樣好吃呢 我們一一來幫大家開箱試吃囉 第一個打頭真的是被稱作為 甜點界香奈兒的髮棚 那我們拿到的是老奶啦 檸檬蛋糕 那髮棚其實也是非常有名的 我們之前就吃那個一個人4千塊的 那個翔兒Joy 聯名的就是髮棚的甜點嘛 我們這一款只是來吃吃看 包裝我覺得蠻精緻的 是一個T型 聽說也是他們的一戰成名的款式 最有名的去一定要吃老奶奶檸檬蛋糕 一對法國老夫婦端出的加強點心 是我回國後依舊念念不忘的回憶 所以應該是在國外吃到很好吃的食譜 回台灣重現這樣子 因為老奶奶檸檬蛋糕 確實就是會吃到家鄉的味道 對很多外國人來說 而且也是非常經典的食譜 老奶奶的檸檬蛋糕 烤的也是很漂亮喔 沒有任何一絲的沉澱 我覺得主廚這個價錢是良心價 7吋640 這很便宜喔 因為它確實是家常甜點 所有的材料我覺得應該是簡單 但就是要吃它那個檸檬的湯霜的味道 這樣子 切下去的時候其實很紮實 可是它化口氣非常好 就是一碰到口水 它馬上那個麵粉 會瞬間跟你的口水融合 然後就是吃得到蛋香 然後一點點奶香 我覺得麵粉的比例本來就很多 所以你吃得到那種小麥的香氣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個口感 不會很乾彩 然後它的檸檬香氣是水比較優雅的 不是那種為了要凸顯檸檬的酸氣而做的 它是用那種淡淡的點綴 反而我覺得它整個蛋糕 想要表現的更多是它整個比例上的完美 我吃看看它的糖酸好了 我覺得糖酸蠻好奇的 它糖酸做的也是足以比較濕潤的 每個人糖酸做的不一樣 有的人它的水分比例比較少 它如果放久了其實它上面會變成一層乾乾的脆糖 可是我覺得它已經偏像抹了一層醬在上面 所以吃起來其實就是很順口 而且化掉的速度非常快 好吃 很優雅 我只能做很優雅 而且真的不貴 擁有香奈爾只要640 我覺得很便宜 好觀眾朋友後面都是愛馬仕的 不會有什麼Dior啊 Nike啊 都不會有那種精品 名牌都不會 那我們第一款愛馬仕出現的是這個 Cheesecake One 開箱的時候真的是嚇傻眼 全部都是跟愛馬仕有關係的元素 尤其是這個橘色 這不就是愛馬仕橘嗎 我覺得它很貼心啊 不但比較這種硬質有質感的餐具之外 最厲害的是這一個蛋糕刀 我讓大家看看什麼叫做愛馬仕 你贏我貴 什麼大理史的握把 這一次多少錢 這個是大阪燒耶 我光是為了這個 我就可以先給他印象分數滿分 好不好 可是我的請要花在這個上面 可是你得到一個啊 我覺得他有那種感覺 就是說他除了買到主體 周邊他也不能全 他的包裝什麼都很漂亮 哇 這個綜合乳酪組呢 叫做四個女生的故事 先唸一下主廚給我的信 不同的身軀裡 裝著相同的靈魂你的眼神 我懂 學起來喔 那這個售價來到了 真的是愛馬仕的價錢喔 1580 我們先吃原味的喔 我來試試看這個好不好用 聽說他就是 可以這樣子自由分切出適當的大小 其實挺好用的耶 蘑菇蛋糕的愛馬仕喔 想用 哇 微妙 蛤 蛤 那我先吃藍莓了 我吃藍莓了 這樣子好像一個燈塔喔 原味確實滷味可能比較多一點 那藍莓這個比較偏酸一點點 但其實差異真的很細微 再吃這個檸檬的好了 它上面撒檸檬皮 它其實整個滷肉蛋糕都有檸檬的味道 像這個我就覺得OK 就至少它把 可能檸檬的元素整個把滷肉蛋糕充滿 這個我就覺得 欸做出差別 所以這兩碗吃起來是 差蠻多 其實這兩個其實是很像 90%像只是多藍莓 所以其實我這邊自己放藍莓 或自己放草莓 它就變成另外一個形式 我覺得這個就有點 對我來說我過不去啊 那個坎我跨不過去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吃最後一個 這個是玫瑰 上面那個是可食用的玫瑰花喔 但這個刀子真的很好用了 玫瑰酸酸甜甜的 然後玫瑰花香味在你嘴巴 就慢慢優雅的出現 玫瑰反而是 我覺得這四款裡面 我覺得最有特色的 那這個可食用的玫瑰花 我們現在就要是來吃喔 可以吃嗎 他說的啊 花不好吃 花不好吃啊 就像生菜 有花味的生菜 平常先講啦 我覺得它這個 乳酪蛋糕的質地 是還不錯的 你會覺得它有點Q彈 它其實又是有點彈性的 可是其他地方 它入口的時候呢 也是很快的化掉 然後幾乎沒有顆粒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組合呢 略微一點失望是 藍莓跟原味其實沒有差太多 這四個裡面我最喜歡的 就是這個玫瑰的口味 我覺得它就是 充分的發揮出 它跟精品的結合 接下來是蛋黃酥界的愛馬仕 陳耀旭紅土鹹蛋黃酥 這個應該是很難買啦 我不知道我們神通廣大 用什麼神通力買到的 用新台幣啊 我們打開了開箱 我也沒吃過 我真的沒吃過 我是個土包子 欸不對不對 這樣賣到很多人 我沒有吃過 不好意思 搶不到 哇 這個竹竹比較 木嫩一點 沒有講話 很飄 哇 很飽滿 而且每一顆都很大 很重啊 覺得還好 老實說 我先吃一口熱的 我沒有加了過 我覺得加了好吃很多啊 加了之後我覺得它酥皮變得更明顯 在入口的當中 你會很細微的感受到 它所有的原物料 都偏向這種西式甜點給人家的感受 就是它非常的細緻 它每個層次都有做主啦 就是它酥皮很酥 然後豆沙就非常綿密 然後蛋黃本身呢 那個質地 它不會讓你吃到那種刷刷 它反而是有一種那種 跟旁邊那個豆沙是一致的口感 但你要說 它是不是有必要 就是說花你那麼多時間去排隊 我是覺得如果是我 我是不會 同樣食感的 或者同樣味道的蛋黃酥 其實我們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就是做其他品牌的嘗試這樣子 那你剛剛吃常溫是覺得 就是常溫就是 它的酥皮沒有明顯 所以吃起來真的跟外面可以買到的蛋黃酥 我覺得差異不大 就是比較大顆 對就是比較重 我想要吃到外面有酥脆 對 蛋黃有點口感 對 它是一底的 不同口感 你沒辦法說好壞 你沒辦法說好壞 我實際上我會選多的醬 對啊 接下來這個是布丁界的愛馬仕 但是為什麼用的是 Tiffany蘭 想要同時秤兩個精品 好那他們這個是綜合布丁 而且是新年限定禮盒 這是可以拿起來的 而且打開很好玩 浮沉 對 台南的 還有送紅包喔 還有主廚的一段話 超多的 主廚感覺把台南式的發展都放在裡面了 主廚的論文 陸璇 台南浮沉十大傳統美食 在品嘗布丁還可以感受到人文氣息 它這個禮盒有傳統焦糖布丁 摩卡 然後鐵觀音拿鐵寒天 直屬芋泥 寒天 直屬芋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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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氣息 哪一道是這裡嗎 花生青布丁 好那我們第一個來吃傳統焦糖烤布丁 哪有布丁是方形的啊 真的有耶 它是沒有底下那層焦糖 我覺得焦糖已經是融化在整個布丁體裡面了 蠻特別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它口感真的會有點偏像豆花 它那樣的做法呢我也覺得不錯 只是覺得會少了一個趣味啦 就是少了那個 可以跟著焦糖一起吃的那個感覺 而且焦糖本身是屬於偏那種 威化糖 就是比較甜的那種焦糖的味道 它其實吃不到什麼苦味 對我來說就是印象沒有很深刻 嗯 嗯 這焦糖口味的布丁 對 對 對 這 不對 我們這就是觀音拿鐵寒天布丁 很多很juicy很juicy 哦 哦 這個感覺不錯耶 嘖 我剛才發出一個蛇的聲音是不是 我剛才說發出那個聲音嗎 不行不行不行 這個布丁其實它是果凍 它沒有蛋的成分 所以你吃起來會覺得口味沒有那麼厚重 它看起來像飲料喝裡面吃到什麼豆 對 對 它就是用寒天做的 可是你其實 它的調味就是鐵觀音牛奶 下一個人是自稱為 餐包機的愛馬仕 老外SUPER BATTER 超奶包 我很適合他們代言人吧 我還用力擠耶 超奶包 好那我們選了呢 雙線起司跟雙線巧克力 巧克力真的好像被 什麼德軍轟炸過來 吃得很像摩羯這種焦土大陸 好我們加熱完成了 其實它有飄香出來 這個奶油的味道非常重 那我們先吃這個 雙線起司 有沒有看到旁邊這個起司的醬 餐包界的愛馬仕 愛愛馬仕 我覺得你吃到上面那個起司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脆脆的啦 然後表面上面上色的部分 口感我覺得蠻喜歡的 就是脆脆的口感 然後呢它越嚼啊 就是會釋放出更多的香甜的感覺 那個起司的奶味 其實蠻強烈的 就想說好像也沒有太多的醬料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它是 屬於越嚼越嚼的那種類型 但對我來說有點偏乾 我希望它裡面就是水分更多一點 再更軟一點 我比較喜歡吃那種比較軟的口感 這個已經有點快逼近於 就是麵包的質地了 那我來吃 巧克力雙線囉 它裡面有流心耶 我覺得這蠻好吃的啊 巧克力的它的雙線 可能就是外面這個酥皮啦 然後加上裡面有巧克力的餡 你加了碗吃的時候 它真的會咬到會流出來耶 我覺得蠻驚喜的 然後巧克力的味道我覺得蠻濃郁 也蠻充足的 然後可能會有點甜 但我覺得還好 因為它的麵包體本身也是蠻多的 我自己是比較推巧克力 因為巧克力本身就是它的那個巧克力的苦味 也有顯現出來 但我覺得 也沒有讓我覺得 哇嗚的感覺啦 有沒有 哇嗚 愛馬仕耶 吃得好好吃的 我覺得它真的 可能只是Toyota 也沒有說Toyota 就是說可能只是 我看它有沒有什麼奇怪 Mazda Mazda 沒有啦 那是車子啦 你用包包的啊 你用精品 你一直用車子 對 Coach 好啦就這個拔 就這樣拔 這也是他們家 老萬SuperBatter出的 是不是 這很強耶 看起來蠻好吃的 浴荷包吐司 這包裝真的很少女心耶 好喜歡喔 比剛剛那個好很多耶 哇 較早了 假高潮被大家看穿了 我先聞一下喔 觀眾朋友 我們等一下再加了 喔 哇 山芥朱花果清香耶 好香啊 我乾脆寧願不要吃 他我就這樣聞整天 真的很香耶 真的有荔枝的香氣質 而且很優雅耶 好我們家就完了 那看那個餐包啊 我們好像快300嘛 啊我想知道 這個浴荷包吐司 這樣五片是多少錢啊 360 360 一片這樣是70塊 一片可以買人家一條 對 我覺得對我來說啊 其實那個荔枝的東西 就是在表面上 它是說入口的那個香氣 這香氣其實是沒有說 你入口會滿滿的 就是哇荔枝沖刺在裡面 我覺得它就好像 噴上一點的那種荔枝水 讓這個 表面有香氣這樣子 可是整體的 吐司的質地 我覺得跟一般的那種 牛奶吐司 我覺得沒有差太多 只是奶味減輕 火香上來 這是一款 直男不可能喜歡的吐司 所以說頂端的人們追求的是 什麼事情 不一樣 就是我跟別人 特殊性 我們要跟你們吃 我們要跟這一樣 我要吃我荔枝味的吐司 好 那就因為我們今天也幫大家達成了 我們還是好好過平民的生活吧 我們還是去吃乾麵 還有旁邊的烘焙房 好不好 好像人生少的這個體驗 其實也沒關係 你在幹嘛 爸爸你在幹嘛 嗯 好吃 這一條五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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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是我熟悉 進去的味道 接下來這個是奶酥界的愛瑪士 曾經會到各個百貨公司開那種快閃櫃 而且都會排隊 來到的是 正面奶酥 蛤 聽說他們家做手工製作 每批都要等喔 但我們今天的兩個味道 一個原味一個可可 我是奶酥醬 不能生吃藥烤 它可以抹一層 抹兩層 抹三層 叫你塗好塗滿 就要抹多一點 就好早點吃完嘛 不是嗎 好180度烤3-5分鐘 烤到表面微焦黃色 收到 來 我們準備的是 五十塊一條的 廚師 不是那個綠盒嗎 好像很衝突 很衝突 我怕兩個愛瑪士正面對決 可能會爆炸 我跟荔枝打奶酥那樣子 喔 好金貴喔 其實算好塗的耶 我覺得不錯 好好推開 延展性很好 有些很難推開 等一下我們也可以吃看巧克力 我們就是烤兩片了 喔 喔 好好塗喔 這個有用心 我覺得這個滑順度 我就先給滿分 欸 很好抹欸 而且我告訴你我老娘就是 真的是專業的 好療癒喔 好我們烤好了喔 其實我們這算是很標準喔 100分的厚片喔 喔 聲音不錯喔 聲音不錯喔 今天這一個試吃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體悟啦 就是說齁 有些 靜在 天邊啦 就是 沒有必要盲目去追求一些很遠的東西 我覺得 呃 吃起來就是非常 標準的奶酥 但是它記不起什麼新中的浪花 就是你 就是你去買一個手工製作 或者是它原物料非常純粹的奶酥 其實大概可以做到這樣的質地 我覺得它貼度偏低 所以這個東西可能符合了某一些人現在的食用習慣 另外一個我覺得它有一個 比較 讓我覺得 算是缺點吧 因為它這個是可可味道 它可可味道的可可其實沒有很凸顯 就是沒有深度 它就是很浮於表面上 就是給它一點可可粉 所以它其實吃起來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樣的東西 愛瑪士 愛瑪士會讓人家這樣子沒有驚喜感嗎 可是我的角度是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我會用我自己可以做的角度去剖析它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對我來說可能就是 比較簡單一點 可是如果你可能對甜點完全沒有基礎 會覺得哇這個應該很難吧 其實還好 你怎麼心情這麼郁悶 沒有我是怕就是我們之後 被愛瑪士封殺 不是 愛瑪士不會封殺我們 那其實我們今天開箱的 眾多都沒有到讓我很驚豔的品項 我覺得有一個品牌 他們真的只有把這個愛瑪士這件事情 發揮到淋漓盡致 就是以客為尊 這個消費族群是高單價的 所以我覺得開箱當中這個鏟子 生得我心 那我覺得它也是整個對愛瑪士來說 最想要趁它們這個整個包裝設計 那我就頒獎 我頒給Cheesecake One 那個玫瑰滷蛋糕 我覺得吃起來真的蠻特別 而且它可以選單一口味 就會比較富力彈簧一點 比較好看 但我今天整集吃下來覺得說 有時候品牌力的行銷真的是蠻驚人的 但我是勸勸大家 跟帶人處世還有愛情關係一樣 有時候不要捨盡求援 有時候因為如果它是售價比較貴 但如果要排隊又要等 那個木蘭回首 甜點卻在燈火藍山處啊 就是經理家像本的烘焙房 對 你家像本的烘焙房 那是你一輩子的鄰居 對不對 你真的假的 人不清土清 你她是我們的愛馬仕 別再捧了 別再捧了 阿彌陀不要被告 衡量自己的時間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嘗鮮 你就要必須像南拉克一樣 要先做好心理準備 不要到說失望大過於期望 如果你有些鴨香寶 真的符合起這個名字的title 像是什麼 甜點界的巴黎世家 甜點界的馬薩拉蒂 甜點界的羅萊 羅力士 羅力士 那當然也是歡迎大家推薦給我們好不好 夜市甜點店 每個禮拜是每個禮拜 但是我們下次再吃囉 掰掰 還有什麼品牌 甜點界的 甜點界的賓利 甜點界的賓利 甜點界的加噶 哈哈哈哈 那我覺得 Cheese Cake 1 就是顏色像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我哭了 我被封殺了